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就是你的营销猎人Vitualog 今天我们来到李宝的二奶巷 我们一定要完转Facebook营销 我们今天要完转的课题就是 作为商的人应该要在Facebook如何登Facebook的广告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第二个步骤 就是第一个Facebook广告的设计 所以通常我们第一个广告我们都会做 Local awareness的广告 这一支广告很简单跟人家讲 你是在早上 就是你要找伙伴或者是找团队 所以你要打很大个字跟你讲 你在早上 所以另外一个东西你要放的就是你们的logo 然后把这一个东西 你们的团队group photo放进去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产品放在这边旁边 然后这边小小格的东西 全部是放你们的主打的产品 都是你们的很出名的产品 很劲爆的产品 都放你来的products 所以这一则广告你最终的目的 最想要拿到的目标的目的地 就是你要拿到pm或者是combat 或者是让他们visit你的网站 visit你的website 因为website里面你可以放一个form 然后他们也可以方便去看你的产品 或者是他们直接call你 然后有很多卫商很喜欢加微信 就是加你们的微信 所以第三个步骤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做第二则或者第三则的Facebook广告 所以我们在做第二则的广告 我们可以用brand engagement来做 就是打你的品牌 所以第二则广告 我们都是打给那些游览过我们网站的人 或者是pm过你 和comment过你的人 看你的广告的人 看你这个video 所以第二个广告我们都是很建议人家做video的广告 在这个video里面你可以拍一个视频 跟人家讲为什么要join why join us ok 你可以跟他讲 怎样去赚 how to earn more money 怎样去赚钱 怎样去赚钱 这样子的东西 影片的最后 你一定要引导他们join us now 叫他们直接加入 ok 如果你能的话 你还可以做多一个影片 跟人家讲 为什么 why sell how product 你的product 有多好 how good 你的quality 有多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 第二 set的广告了 所以最后一个step就是step 4 我们做了第一个广告 第二个广告的普遍设计 我们就要来做facebook的广告setting 第一个广告setting 就是我们所谓的local awareness 就是第一个广告 要打向于 没生人的广告 ok 所以第二则广告 我们有讲到就是要搞brander 然后就是我们要为什么要join我们 为什么要卖我们的产品 这个广告我们称为追踪式广告 就是把这个广告追向于那些曾经 跟你互动过 或者是游览过你网站的人 所以这些广告叫做R2O 四方位追踪式广告 好让你的潜在顾客 不能轻易的离开你 就是你一直追向于他们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facebook的 summary 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设好我们的陷阱 就是在陌生市场找出你的潜在顾客 然后再把你的潜在顾客变成你的顾客 所以第二个步骤知道了陷阱过后 我们就要开始去设定campaign了 我们的campaign刚刚用的是有local campaign和brand campaign ok做好了这些东西 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去做design了 design了好过后最后一个step就是 做facebook的setting ok谢谢你的收看 那这个就是我们完转facebook音效 课题微商如何搞团队了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